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本人更是非常忙碌,临近年关给个大平台录制祝福视频,其中芒果台官方就曝光了肖战的最新VCR,又一次看到了新鲜的肖战,非常开心。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一袭红衣着实迷人眼,让人欲罢不能,气质独一荡,这也恰恰展现出大家对肖战的态度,新的一年要红红火火。 据悉芒果台官方曝光了肖战最新祝福VCR,尽管只是动图,没有听出来肖战所说的是什么,但是看淳于应该是祝福所有人新年快乐。 另外肖战一袭红衣的穿搭迷人眼,还是熟悉的肖战,能够驾驭各种风格,在肖战身上从来都不会发生审美疲劳,气质独一荡,无法抵御。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和祝福,也都希望肖战在新的一年里可以顺顺利利,越来越好。 不过话又说过来,2024年一时肖战就展现出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新剧《藏海传》开拍,新电影《射雕英雄传》《杀青》,各大代言品牌频频和肖战续约,再加上可能的微博之夜等,好消息不断。 总之祝福肖战,在这里也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肖战是值得信赖的实力派演员,也是值得追随的正能量偶像,这一点不接受反驳。 这段时间肖战在拍戏,希望肖战不被打扰,早日杀青定档,不见不散。肖战新年快乐,一切顺利。 中国网官宣肖战再次霸榜,独占前三甲,支持量破八成。 近日微博视觉大会的投票环节热度持续上升,诸多顶流明星的粉丝齐聚参与,竞选之争愈发激烈,粉丝们的热情已达到巅峰。 就在这时,权威发布的中国网公布了一条震撼人心的消息,肖战再度在角色榜上霸榜,一人独揽前三甲,如此影响力,堪称无人能及。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的得票支持率竟高达八成,这一数字无疑颇为惊人,也有力地彰显出他的强大影响力与号召力。 据中国网报道,肖战在微博世界大会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凭借杰出实力与魅力赢得了无数观众的注目。 无论在角色榜还是作品榜上,肖战始终在前三甲占据一席之地,这种实力与人气更让人钦佩不已。 此外,观众们的投票热情更是惊人,肖战一人便突破了八成,这一数据充分展示了他在观众心中的崇高地位。 此次肖战再次证明了自身实力,他的成功并非巧合,完全源自不懈努力与实力拼搏。 从肖战粉丝的反应看,众人皆叹服于他的强大影响力与号召力。 他各方面的表现都堪称卓越,无论在娱乐圈还是公益领域,都尽显其个人实力与才能。 在困境中,肖战展示出了无谓的勇气与决心,不仅坚守原则,更努力去争取最佳结果,这种精神堪称典范。 同时,感谢那些一路陪伴和支持肖战的朋友。 是你们的支持,才使肖战在演艺路上取得辉煌成就,在困难与挑战面前依然坚韧,奋发向前。 总体而言,肖战在各方面的优异表现值得我们赞赏与支持。 他是实力与才华并重,爱心满怀的艺人。 期待他在未来的演艺征程上再创佳季,为我们献上更多精彩作品及感动。 更为重要的是,肖战对于艺术事业的专注与坚守初心,赢得了众人的喜爱与尊重。 他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断追求梦想,为观众奉上最出色的表演。 他在挑战面前始终保持镇定与清醒,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验证实力与价值。 肖战的成功非仅他个人之力,更作为一种楷模,告诉我们只要有决心与毅力,便能实现梦想。 最后,我需强调,支持肖战无可厚非,且肖战值得我们期待。 他是杰出的艺人,其真挚付出与卓越表现赢得了观众及业界的赞誉。 他面临挑战的英勇与决心令人佩服,其表现亦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支持。 相信肖战必将在未来演绎的道路上取得新的辉煌,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与感动。 让我们共同期待肖战的美好未来,支持他的理想,让他的才华为世人瞩目。 肖战新剧曝光 热议导演挂名现象 肖战主演的新剧《藏海传》引发了网友对导演挂名的质疑。 这种情况着实让人难以置信。 不过,影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却回应称, 这只不过是一些人眼红肖战事业的顺利,因而想给他制造麻烦。 甚至有人调侃到,肖战和导演郑小龙其实是同属于挂名梯队, 所以不如干脆别在网上大做文章,直接在剧组报到当男一号吧。 在影视界,导演挂名并非罕见现象。 一些剧组为了提升作品知名度和吸引力, 会邀请知名导演挂名,实际上并不参与导演工作。 这一现象在业内有所认可,但也备受争议。 就《藏海传》而言,肖战作为主演的演技和人气都无庸置疑, 这也是该剧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 而导演郑小龙作为国内知名导演, 加盟无疑为该剧增添了分量。 然而,若导演挂名现象真实存在, 对剧组和观众都构成一种伤害。 观众期待的是高质量的作品, 若剧组采用导演挂名方式, 很可能会影响观众的观影体验和对作品的评价。 对剧组来说, 采用导演挂名方式也会影响创作氛围和工作效率。 当然,并非所有导演挂名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有时,知名导演的加盟确实能够为影片带来更多资源和关注度, 同时也能够激励整个剧组的工作热情和创作氛围。 但若导演挂名只是为了提高影片知名度和票房, 不参与实际导演工作, 其行为就应受到谴责。 综上所述, 导演挂名现象在影视圈是一个复杂问题。 我们应尊重每位参与创作的导演和演员的努力和付出, 同时也要警惕利用挂名谋取利益的行为。 希望影视行业能够更规范, 更健康地发展, 为观众带来更多高质量的作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YK